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本周小伙伴推荐给我的一期 发生在浙江嘉兴的案子 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 事情发生在浙江的嘉兴 2017年7月10日上午7点半左右 嘉兴警方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 称其女友已经失联约24个小时了 警方接警后,立刻展开了调查 报警人姓王,据王某说 其女友姓李,10年27岁 李某失踪前的一段时间 两人正商量买房子的事 7月9日一早,李某和王某说 要去一个地方看房 然后便匆匆地离开了家 此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王某后来曾经给李某打过几次电话 但是始终无人接听 所以在7月10日一早 王某实在等不了了,便选择了报警 警方根据王某提供的大致时间点 以及李某的位置 立刻开始调阅了沿途的监控 根据监控显示 李某是驾驶着自己的白色本田轿车外出的 而通过对该车不断的追踪 警方发现 其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一处健身房的地下停车场内 于是警方立刻兵分两队 一队来到了该处健身房停车场进行调查 另一队则开始对这家健身房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看是否存在可疑人员 这里先说找车的一队 警方抵达停车场后 一下就找到了涉案车辆 但是侦察员却决定 暂不做任何处理 只在此设伏蹲点 看看会不会有可疑的人员出现 结果大概20分钟之后 果然又一个男子出现 并尝试上车驾驶 侦察员见状 一拥而上 将其制服 后经调查确认 此男子为该健身房的老板兼教练 陈某 十年29岁 陈某被控制后 警方曾问过他是否知道李某的去向 以及为什么他会有李某轿车的钥匙 当然对此 陈某始终避而不答 恰巧此时 负责调查可疑人员的二队 发现了陈某的惊人猛料 原来 这名陈某是一个前科犯 早在2003年 其15岁的时候 就有过杀人焚尸的恶行 而且被害者竟然就是他自己的亲奶奶 根据警方查到的案底 陈某名叫陈荣 15岁时曾去奶奶家偷钱 结果不巧正被奶奶进屋撞见 于是陈荣竟然用被子将奶奶蒙住 活生生的给捂死了 而为了毁尸灭迹 他还放了一把火把房子点了 被捕时 15岁的陈荣说 自己是被一些年纪大的孩子威胁要钱 而自己又不敢和父母要 所以只好来偷奶奶家 但后来警方经过调查证实 其真实动机就是单纯的没钱上网了 所以来偷钱 可以说这个陈荣不仅仅是心狠手辣灭绝人性 而且是满嘴谎话张嘴就来 但是由于其年纪的问题 大家都懂的 当时的陈荣虽然犯了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但是只被判了18年有期徒刑 而后来因为在狱中的表现良好 其还获得了减刑 仅仅服刑了11年就出狱了 也就是2014年9月 鉴于如此恶劣的前科 和陈荣的种种可疑行为 警方越发觉得陈荣的嫌疑极大 而李某很可能已经遇害 于是警方立刻从陈荣的行程入手分析 希望能够找到李某的踪迹 或者是遗体 两天后 7月12日 警方根据种种线索监控轨迹 终于在海岩堂中发现了李某的遗体 其脚下绑着一个狐灵和一个垃圾桶 经过法医尸检 显示其致命伤在头部 为顿器击打造成的颅脑损伤死亡 与此同时 针对李某的手机、银行卡、轿车等个人物品的调查 也有了结果 显示陈荣曾经先后两次去不同的手机店 尝试解锁李某的手机 并且在李某的白色本田轿车内 后排座位上存在血迹 面对这种种的证据 一直适口否认知晓李某行踪的陈荣再也顶不住了 于是承认了自己杀害李某的犯罪事实 那么这个陈荣到底为什么要杀害李某呢 陈荣之前讲过了 其15岁的时候 无死了其奶奶并焚尸 一直服刑直到2014年9月 而此时的陈荣已经26岁了 其父母为了能让他更好的生活 不但为其担负了生活成本 还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而这两个人很快就真的结了婚 并且没过多久 妻子就怀了孕 2015年孩子出生了 陈荣认为一直靠父母资助过日子不太行 于是就跑去了一家健身房做教练 而在做教练的这段时间里 他接触到了不少有钱的客户 并且他觉得 开健身房的门槛极低 既不需要什么文化 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 只要场地够大 设备够全 教练的身材够好就足够了 于是在2016年11月 他向周围的亲朋好友借钱 决定自己开一家健身房 他觉得 只要自己兼职教练 把过去的老客户都挖过来 保证一本万利 于是便有了涉案的这家 逆行者健身俱乐部 然而 人往往都是眼高手低的 等大把的钞票砸进去 健身房真的开能营业了 陈荣才发现 原来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 由于嘉兴当地的健身房很多 不少还是连锁店 所以很多有钱的大客户都会选择品牌有保证门店众多的健身房去锻炼 而陈荣这里慢慢的就只剩下个别的几个老客户留下 开业没多久就开始入不敷出了 对此 陈荣认为 唯一可以改变精英状况的方式就是 我也多开几个门店 做个连锁 于是 自2017年初 他便又开始到处找人借钱投资 身边的亲戚朋友借不到 他就开始参加各种户外旅游活动 希望结识更多社会上的有钱人 2017年4月 陈荣在一次户外旅行的活动中结识了被害人李某 通过观察 陈荣觉得李某在经济上应该是比较宽裕的 于是他开始各种搭讪示好 以健身房老板兼教练的身份 获取了李某的好感和信任 而在交谈中 李某提到 自己正在准备全款买一套房子 但是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房源 得此信息 陈荣立刻冒出了一个想法 他认为 如果自己可以当一把中介 或许就能从房款中切一部分蛋糕出来 于是他信誓旦旦的和李某说 你要买房 早说呀 我认识几个朋友 专门搞房地产的 我去给你谈谈价格吧 特别便宜 这样 咱俩加个好友 你跟我说说你对房子的要求和这个大概的预算 我去给你问问 李某不予有他 不但痛快的添加了陈荣的联系方式 还坦诚的表示 自己手里大概有120万 房子大概按照这个价位就行 旅游回去的陈荣一刻没有耽搁 根本没有做房地产朋友的他 立刻开始在网上找各种的房屋中介进行咨询 那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120万的预算打算全款买房 中介正常要赚一笔费用 陈荣还想从中捞一大笔好处 那最后还能拿下的房子 要么超级偏远 要么面积极小 而李某本身也并不是个傻子 所以此时陈荣就一直没有进展 2017年7月初 陈荣认为已经两个多月了 如果此时再拖下去 李某或许就在别处买到房子了 那这120万自己就一分钱也赚不到了 想到此 他突然冒出了另一个想法 既然买房子这条路行不通 要不然我干脆劝他投资我的健身房得了 于是在7月8日晚上 陈荣给李某打了一通电话 说房子找好了 约他第二天一早 去陈荣的健身房 两人一起去看看房 而在挂了电话之后 陈荣关闭了健身房内的所有监控系统 7月9日早上7点多 李某如约而至 陈荣早早的便在停车场等候 不过此时他称 要上楼一趟 去拿给房地产老板的礼物 于是就带着李某进了自己的健身房 此后他开始劝说李某 投资自己的健身房 在遭到李某的拒绝之后 两人逐渐产生了口角冲突 进而发生了肢体冲突 而此时 陈荣抄起一个狐灵 就砸向了李某的头部 在反复猛砸了几次之后 李某不再动弹了 此时陈荣先对李某做了搜身 将手机 钱包 银行卡 车钥匙 身份证等物 全部拿走之后 他将李某扛起 扔进了健身房的一个大垃圾桶内 并将垃圾桶拖到了停车场 放进了李某的白色本田轿车后备箱 由于建人房当天上午9点有活动 于是陈荣在将李某装车之后 便回去继续参加活动了 当晚9点左右 陈荣在反复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决定驾车抛尸 上车时 他隐约觉得垃圾桶内似乎有动静 为防止李某还没死透 于是他打开垃圾桶盖 偷出了一把刀 不分位置的向着李某一阵乱统 最终他把车开到了海盐堂边上 将凶器狐灵和那个垃圾桶 拴在了李某的脚上 将其扔进了河里沉湿 在抛尸后 陈荣发现车的后排座位上 沾上了血迹 而回到健身房后 无论他怎么洗 始终没能清洗掉 于是在7月10日上午 他原本驾车外出 打算去洗车 但是转了一圈 他怕血迹被人看到 反而暴露 于是又无奈地将车开回了健身房 中午 他打算再次将车开走 找个偏僻的处放拔火把车烧了 但结果没想到刚要上车 就被敦守的侦察员给控制住了 至此 案情全部明了 2018年5月18日 家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陈荣在庭审中表示 我承认杀人的事实 但我没有主观杀人意识 陈荣说 那天我本来就是约李某来谈投资的 但是后来他死活不同意 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然后就越吵越激动 他就开始动手了 那我也是因为情绪失控 为了反击才顺手拿了个东西砸他的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 故意杀人的主观意识 而在面对为何前一天 关闭所有监控的质问时 陈荣表示 我之前在监控底下出过事 流出去了 影响很不好 那天叫他来投资 也可能日后投资会失败 他会说我骗他 所以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我就给关了 那这里为方又看不太懂的小伙伴 我简单的翻译一下 这里陈荣的辩解 就是想把故意杀人变成激情杀人 在量刑时会有不同的考量 面对陈荣的辩解 检方则坚持认为 陈荣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 并举出了如下证据 一 经过调查 陈荣曾和其他人说 给他介绍一些有钱的富婆 这样他就可以绑架他们拿钱 并和某位朋友谈起过给李某买房的事 坦言就是骗李某的 目的就是为了捞一笔钱 二 经过调查 陈荣在7月8日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 曾经和某位朋友说 如果明天的事成了 就一帆风顺 不成就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这说明陈荣就是有预谋 且做好了准备实施犯罪的 三 经过调查 陈荣在7月8日约过李某之后 除了关闭了健身房内的全部监控之外 还在7月9日案发当天的上午7点 给健身房的所有员工发过微信 说虽然9点健身房有活动 但是大家不用太早来 这两个操作明显就是给李某的到来 和自己的实施犯罪做准备 消除物证和可能的目击者 四 在陈荣自己的手机中 案发当天共发了7条朋友圈 时间分别是在7点31分 10点09分 11点09分 下午5点45分 下午6点26分 下午8点39分 和晚上10点33分 所发的内容 均为健身房当天的活动内容 以及相关的视频 和一些约朋友外出游玩的相关内容 而根据调查 这些时间点也正是其去手机店尝试解锁李某手机去海岩堂抛尸的时间段 换句话说 陈荣明显使用这种方式刻意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5 经过调查 陈荣在行凶之后第一时间搜刮了李某的财物和随身物品 之后其两次外出解锁李某手机 这明显不是激情杀人的表现 相反其行为更符合蓄意杀人劫财的表现 综上 检方坚持认为 陈荣因为有预谋的故意杀人 最终 法院认为 一 陈荣说是李某先动的手 自己是出于反击才致人死亡的 这一点由于现场监控失效并没有证据支持 所以法院不予采信 二 陈荣事先关闭视频监控 支开健身俱乐部员工 准备好健身的狐龄 这些事实均有证据支持 表明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而在陈荣杀害李某之后 抢劫财产 抛尸核道 手段残忍 这些事实也均有证据支持 且陈荣自己已经承认 故犯罪事实 清楚可信 综上 法院做出判决如下 陈荣为截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 知一人死亡 截取财物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其犯罪动机卑劣 杀人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 且有故意杀人 抢劫犯罪前科 人身危险性大 依法予以严惩 故陈荣因犯抢劫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至此 此案完结 讲完今天这个案子 我又想起前两期讲的那个河北的案子了 怎么说呢 本案的陈荣 之前杀奶奶后放火焚尸 之后杀李某后 打算烧车灭迹 嗯 与之前那期想说的一样 我就不赘述了 我只想在最后提醒所有的小伙伴 人心隔肚皮 出门在外不要那么容易信任别人 尤其是不要怒付 老话说 沾涩则迷 建材起义 很多时候我们展示出的是慷慨大方 但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 我们或许就成了一台人型ATM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打喜欢的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和转发 对我们评论私信 有互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远暴力尽灭 欢迎安逸